阅读是一种修养,分享是一种美德 大家好,欢迎来到禅道 陪你一起阅读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 自古以来,寒门出柜子一直是许多家庭和父母的期望 在谈论寒门出柜子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概念,寒门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 寒门指的是门第势力较低的世家 也被称为数族,而并非指贫民阶级 换言之,寒门指的是曾经有过富裕 如今却陷入困境的家族 正如俗话所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家族的兴衰有其规律性 曾经是大家族的如今成了寒门 那么,他们还有希望吗? 毫无疑问,他们有希望 因为寒门崛起,在历史上非常常见 寒门要想重振旗鼓 回到过去的巅峰 需要满足一个条件 家庭出现柜子 当一个优秀的孩子诞生时 这个家庭自然就有了希望 寒门出柜子需要三个关键元素 这三样东西赋予了后代希望 一、要么立志做官 要么立志从商 师奈安在原末明初曾说过 母若出商骨 抚墙做侍郎 足望留元吉 家贫走他乡 如果父母没有太多的背景和势力 相对较弱势 那孩子最好选择从商做生意 而如果父母有一定的背景和势力 那就可以考虑科举 最好能够登科极地 一开始可能只是做个田舍郎 但后来可能会进入朝廷 成为高官显贵 对于当地的豪门大族来说 最好还是留在自己的家乡 但如果你并非这样的家族 并且家境较为贫穷 那最好离开故土 外出寻求机会 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这些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 家境富裕的孩子 可以回家继承家业 而家境一般的孩子 则会去北上广深等地努力谋生 无论哪种路线 要么选择从政 要么选择经商 以江字衙为例 他的祖先都是商朝的官吏 尽管家族在江字衙这一带衰落了 但江字衙具备出色的政治才能 最终成为了周朝的丞相 建立了齐国 使家族得以复兴 同样 某电商帝国的创始人 也出身寒门 毕业于人大后 选择了从商 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改变了自己 家庭和家乡的命运 总结起来 拥有权势或者拥有财富 是两个关键要素 不论选择哪条路 都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奋斗的决心 二 不断学习的能力和白手起家的本事 为什么人要读书呢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 简单来说 学习能力强的人 可以快速掌握各种事物 头脑敏捷灵活 王阳明是明朝中期的一位知名人物 被誉为最后一位圣人 他具备一个特点 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能够成功 他在学问上有开创性的成就 做文臣十笔下有天地广阔 带兵打仗时能够平平祸乱 在龙场悟道之后 王阳明旁佛获得了新生般的洞察力 成为多方面的专家 当时正值宁王叛乱 各方守军都被宁王击败 唯独王阳明作为文臣统领军队 一举击溃了宁王的势力 有一位学生问他 老师您是如何做到文武双全的 王阳明回答了四个字 知行合一 这意味着既要进行知识的学习 又要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中 为什么有些人在市场中能够不断进步 最终成为老板 而有些人却只能当员工 领取固定的薪水呢 这是因为前者具备了持续学习的能力和创业的本事 而后者则思维僵化 缺乏独立自主的魄力和个性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总而言之 要想成功 我们需要不断学习 并具备白手起家的能力 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 三 日复一日的耐心和永不服输的心气 有研究者提出过一个观点 即在一个行业中 只要你投入的时间超过一万个小时 那你就能成为这个行业的老手 佼佼者 那些出名的科学家 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就呢 因为他们毕生都致力于某个领域的研究 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而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在人际互动和事业发展方面 我们最忌讳的是只持续三分钟的热情 以及容易被失败击垮的内心 以创业为例 如果从未亏过钱或被人欺骗过 又怎么能够成长呢 前文提到的那位电商巨头 毕业后曾在中关村卖光盘 也做过餐饮业 期间还遭到手下的背叛 可以说步履艰辛 然而他坚持住了压力 最终获得了飞黄腾达的人生 无论从事何种领域 都需要拥有耐心 做生意需要有做生意的耐心 从事学术研究 需要有做学问的耐心 即使遇到再多困难 只要不服输 往往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会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句话 你所需要战胜的 不是外界的敌人 而是内心那个怯弱的自己 成功在于坚持不懈 永不放弃 寒门出贵子确实不容易 需要具备读书学习的能力 白手起家的魄力 以及耐得住性子 永不服输的心气 对于孩子来说 如果个性不太合适 能力一般 那就要把学习搞好 多读书 避免被人误导 成为别人眼中的冤大头 为什么普通人需要读书呢? 培养能力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活得清醒 做出正确选择 则是另一方面 人应该尽力而为 努力做到最好 总之 寒门出身 想要成功并不容易 但只要有良好的学习能力 创业的勇气 以及坚持不懈的态度 和永不放弃的心态 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同时 读书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思考能力 和做出正确的决策 让我们能够更加清醒地生活 并在面对困境时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无论如何 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力而为 努力争取成功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喜欢 希望你能给视频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缠到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让我们下期不见